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到1979年应该是这块板子 我们一直在用这块板子 就是1949到1979是战略模糊清晰的时代 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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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1979到 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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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到2019这40年就 是战略模糊的时代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成长到这个时代 所以有一件事情很糟糕就是 我们的观念其实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观念 我们遇到的官员 国际的官员 国际的智库 尤其我们讲到外交官 其实这40年来的外交官 就会有一个成语就很适合他们 叫做外交辞令 外交辞令就是说 可以把一件很清楚的事情 就把它讲得很模糊 你千万不要去问他 你督麦给他的时候 他就把一件很 应该要讲得很清楚的事情 讲得很模糊 可是2019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这个不一样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其实应该要盘点一下 其实我们在前面几集都有讲到了 其中一个特质就是直接治理 是 我这样说一下 我们回到历史 我们回到1947 就是1949之前 1947 其实是一个关键年 1947 因为1947的时候 第二世界刚打结束 是 所以当时候的美国 其实有一度想放弃台湾 你知道吗 一度他认为台湾 既然中共要入侵成这个样子 中国已经 中国战场已经决定了 后来有一度他们是放弃台湾的 可是什么事情 使得他们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当时候杜鲁门总统 重新考虑的原因是韩战 韩战开始了 韩战开始了以后 他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他们内部 老实说当时候内部也有很多头脑不清的人 对他们的衰竞主义其实很久 很久 而且连台湾都要放弃 在那个时代 所以等到他们发现说 原来韩战打起来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到 日本当然是最先 最先哀嚎的 是 也就是这个赤化世界的力量 他们会从韩战扩展到日本 然后拉到整个台湾 台湾海峡就失陷 是 这时候有一个非常战略清楚的人 名字叫乔治肯南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这个人 叫George Cannon 这个名字 乔治肯南 在网路上就可以查到 他其实当时候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写信给Foreign Policy 写了一封长电报 Long Telegram 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词 叫做X letter 就X信 那他第一次我们看到containment theory 也就是围堵政策 就是George Cannon 他在1947年丢出这封信 那如果你回头去看他 为什么会丢出这个封信的原因 就是当时候的美国政府里头 各种被收买 被收买的人非常多 后来当然他所预测的所有事情 都是正确的 所以呢1947到1950 真正韩战爆发了以后 就整个美国战略清晰 其实1949战略清晰 最重要的工程 就是乔治肯南 乔治肯南当时候 就是坐在国务院里头 那个叫做Policy Planning 这个Desk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次里头 我不是有介绍吗 那个叫做Kirong Skinner 史金娜女士 那一位黑人女士 她就是坐在跟George Cannon 同样的位置 然后她非常有意思的在 就我们最近不是介绍她的时候 她说出了那个故事 她说了 整个故事里头 她引用到两个人 一个就是我讲的George Cannon 就是她的以前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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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任前 在1947年 衔接上了 衔接上了 你看她 她跳跃了这个时间轴喔 就是在1949年的她的前任 一直到 哇 这个是非常长世代 这是70年后的接班人 她重提 然后她重提的时候 也提在1989之后 1989之后 我甚至认为 应该要把她定位在1989 就是Huntington 谈文化冲突 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 其实冲突在哪里 她的书是在1993年 出来 书怎么会是在这首写呢 她就是被inspired 她就是被苏东坡 就是被苏联倒台 她去讲这个文明冲突 然后对天安门屠杀 这样的文明冲突 她其实把她做了一个综合 写了这个书 所以这个书的时间 应该所说的是 反映的是1989年 所以我们就 这两件事 一个是发生在1949 一个发生在1989 这两件事情 一起奇距到2019 由一个黑人的学者 坐在国务院 助理国务卿的位置 这一次我们去美国 说不定可以去拜托 可以遇到她 对因为我们去她的办公室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找她 但是你讲到那个乔斯肯 他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对话 就是上次我们采访 Steve的时候 他有讲 就是他有讲说 你不可能比教宗更天主教 意思是说 即使战略清晰了 即使我们都应该要出手来帮忙 香港人还是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自由 台湾人也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自由 你没有足够的决心 那谁都帮不了你 香港人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最近访问了香港很多年轻人 是 他们都告诉我 这一次 200万人上街 固然很惊人 我可以告诉你 香港年轻人40% 现在主张香港独立 只有香港独立 才能救香港 我这些访问 我就不讲我访问谁 因为我讲访问谁 现在都有可能陷他们于不义 可能就中共主要要抓的人 就变成他 可是40% 中共你抓得完 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样话说回来 有时候因祸得福 所以林郑月娥应该要拿到 那个指寿勋章 就是将来香港如果真的可以 独立建国 独立的话她算是 她再大功一件 她是使得香港独立 最重要的人物 是不是 对 就是她终于 电燃了香港独立的怒火 但我们有点离题了 因为你讲得太开心了 所以这个 直接治理 直接治理 那直接治理 香港独立也是直接治理啊 那美国会不会支持香港独立 我跟你讲会 因为没有别的路 你知道这个对话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没有路可走了 无路可走 现在最有趣的是 习近平对香港 也无路可走 一国两制 连郭台铭都敢指着她鼻子说 失败了 OK 那 那一国两制在香港是什么地位 什么地位都不是 那一国一制呢 不敢 一国两制不能 一国一制不敢 那请问香港 很想啊 他很想啊 他就一路伸手进来 伸手进来 那就是一国一制啊 一国一制不敢 因为一国一制 触怒全世界 所以当香港人走出来之后 他们傻了 那香港的未来是什么 香港未来 连习近平到今天为主 保证跟你讲 他完全不知道香港怎么走下去 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就是香港独立 就变成义军突起 你们都不知道嘛 年轻人就告诉你说 只有一条路了 香港独立了 但是我看到的问题就是 美国伸手要直接治理香港 是 因为他一旦立了这个 那那那那那很多 香港 香港的 香港人权政策法 或是香港人权民主法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对 民主法案的意思是什么 差不多 就是香港 他就是授权国会每一年 从此之后就可以去review 他的这个 人权跟民主的状态 然后他可以去批评他 他甚至可以去介入 可以去支持 他就是帮香港独立开路 可是这个其实帮 港独的这一些 年轻人壮胆 对不对 是啊 就是以后可以 所以台湾是不是也应该 帮香港的年轻人壮胆 我们是不是应该 欢迎他们来 是 其实他们第一个 不是跑去美国 他们真的都跑来台湾 我最近见了很多香港朋友 都年轻人 他们都在台湾 包括他们抗争的那些设备 也是怎么样做 也是跟台湾学习经验 都是 都是从太阳花学习以后 他们大量吸取 在台湾的年轻人抗争运动的一些技巧 我们也看到中共 在开始直接治理 只是这一次 他不知道为什么 会突然踩到这样 这么大一个马蜂窝 所以 笨 笨 他的直接治理 其实已经很久了 直接治理 我跟你讲 直接治理不简单 直接治理 你看那个美国 从第二次世界上结束以后 他直接治理这条线 所谓半月弯线 半月弯线 不是他直接治理吗 他地气舰队都开进来了 那不叫直接治理叫什么 韩战他都打进去了 不叫直接治理叫什么 这个直接治理的方法是 但是他定立他的内国法 对不对 他用他自己的内国法来做 他定立内国法规范对台湾的事物 规范对香港的事物 你看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对台湾很清楚 本来他有台湾关系法 他可能比台湾关系法的位阶 还要更高一点 台湾关系法还是就是台湾关系法 他把很多人权的题目 没有写在标题 他写在内文 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 现在香港直接 直接胡到提标题上 他只讲人权跟民主 人权跟民主法案 但他背后还是有经济的因素 这个我们下一段再谈 可是直接治理的部分 中共也做了啊 你今天反送中 其实反送中之前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直接治理 他直接治理就是流岛不流人不是吗 不 他还能怎样 他前面就已经做了准备 我们前几年有谈过 他修改他的刑事诉讼法 是啊 就是你缺席 我可以审判你 所以你送来才有意思啊 你知道他们那个 军中的一些将军 非常嚣张 最近有流出来的一个录影带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这个香港人啊 比他人更坏 对对对 好好笑喔 这是他的少将 好笑那个少将 对解放人间的少将 香港人比台人更坏 他意思是说 杀光 他把他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 原来这个原住民 就是住在港英时代 一直就是在香港的 这群人他认为 对中共没有什么仇恨 他觉得这群人OK 另外三分之一的人 是当时大饥荒的时候 逃难过去的 还有什么三反五反的时候 逃难过去的 所以他说 另外这两群人呢 就是对于他是 非常的仇恨 好这些人最坏了 而且呢 香港年轻人 是因为爸妈太坏了 教育不对 所以这个 林郑月娥最大的功劳 就是上任之后 他就推行什么 内地的教材 中国的教材 所以他认为 这个才是这个 正确的道路 从小抓起老 对 算是一种 直接治理的地方 这就是直接治理嘛 对不对 不过这种 直接治理很愚蠢 两个大国 都要对香港直接治理 两个大国 都要对台湾直接治理 就是文明冲突啊 是 一个是用野蛮的 直接治理 一个是文明的 直接治理嘛 所以就文明冲突就来了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有没有一种产品 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攜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 净 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妈妈 在还没认识我之前 一直无法摆脱 抹布怎么洗 都洗不掉的异味 直到她把我带回家 我有魔鬼毡的设计 不用施工 只要轻松的 将我挂在她 漂漂亮亮的琉璃台前 就能充分展现 烘干杀菌的功效 现在她使用抹布 再也不会闻到那些 恼人的异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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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